我是台大醫院婦產科嚴門路醫師 當一位婦女被診斷出有子宮肌瘤時 其實如果沒有經血過多或壓迫 或已在流產等症狀 事實上是不用處理的 他只需要定期追蹤就好 但是如果有經血過多 以致造成貧血時 則可以先予以藥物處理 臨床上普通我們會增加病名的造血功能 給他鐵劑 幫忙他造血 或是減少經血的流失 可以給病人子宮縮縮劑 幫助血液凝固的 或是口無病院藥 那最近幾年有一些新的藥物 像一些黃體素結抗的恩錫膜 或是說性腺式激素GNHA這些藥物 也都可以造成經血減少 甚或停經來改善貧血的症狀 但是如果說臨床上藥物治療效果不好 或是說一開始症狀就很厲害 肌瘤長得很大顆 很多顆 或是長得很快 有懷疑惡性的時候 這時候就需要考慮用手術來治療 那手術以我們處理的範圍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如果想保留止生率的能力 那就做肌瘤的切除無數 但是如果已經不要再生育 或是說肌瘤太多顆 太大顆 那這時候就應該考慮接受子宮切除 那手術以它實施的方式也分兩種 一種是傳統剖護 像剖護產這樣子來處理 另外一種是用內視鏡 也就是用腹腔鏡 或者是說如果肌瘤是長在 比較靠子宮內腔 可以用子宮鏡這樣來處理 但是這種腹腔鏡處理的方式 如果肌瘤長得太大或長得太快 而讓我們會懷疑是不是有可能是惡性死 這時候就不適合用這種腹腔鏡的方式 當然最後手術方式的選擇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應該要跟你的主治醫師好好的討論 再來做決定